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 我们会用很多的活动增进大家新同事旧同事之间的感情 相信观众前的荧幕朋友 讲什么 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应该也相当熟悉啦 像熊子啊 志忠啊 那首先呢 我们来欢迎新同学一号 我觉得男生先好了 来 请先自我介绍 我是小赫 我是新来的编导 几年之前在哪里高酒啊 你原书有多少啊 他怎么会想要来我们这边呢 我们欢迎小赫 那别急别急 大家等一下都有各自的考题要考一下 那先由小赫来示范 请问一下全民风车吧 是民国几年成立的 2016年的1月1号 全民风车吧正式开始 就是对观众来说啦 正式的开台 但是因为有一些前置期嘛 其实是在2015年的时候 就正式准备好了 那2016年的1月1号 开始营运了 来 下一位 嗨 大家好 我是Mia 我是新来的行政人员 既然是行政人员 就是跟大家吃饭都有关系 那想必呢 Mia的一些会计啊 对数字的这个敏感 应该是蛮不错 好 请问一下 每月最低薪资 加每月公司零食的扣打 加公司叫一桶水 总共多少钱 蛤 A few minutes later 27750 蛤 请你老板解答一下 一桶水多少钱 70块 零食的扣打是3000块 所以是24000块 加3000块 这样是27000 加一桶水 那我们都叫五桶 哦 我的题目是叫一桶水 哈哈哈哈 这个叫粗心大意 最后一位 请自我介绍啊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韻语 可能有些观众有看过我 可能也没看过我 但很开心 加入这个大家庭 那我的工作 老板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之前韻语呢是在非凡新闻当担任主播一级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特搜 您好我是韻语 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疑问的 就是说主播在播新闻的时候 尤其有一个主播台 你在下面会穿拖鞋吗 会啊 要穿裤子吗 警察 请抓穿 接下来就是你的考题 嗯 好 怎么觉得我的考题最难 不会啊 就是针对每个人的专业啊 蜜亚会难吗 哈哈 我说那一题 哪有难啊 你是看错题目 小赫会难吗 不会 那以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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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剪掉 接下来的考题就是 请韻语 念出这一则新闻 用最专业的方式 从第一题开始 那小赫你再帮我 帮他上一些新闻的特效 大概预算是50块 欢迎收看全民风车霸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您的主播 陈韻语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新闻 在华人社会 名字取三个字以上 算是常见 但若是见到姓名 共25个字的人 恐怕只有他一人 台湾姓名字数记录 屡屡突破 从15个字的 阿红成 台湾阿成 世界伟人财神总统 林嘉诚 台湾之光财神 罗伯特 欧萨斯 到19个字的 敬委台湾台东之子 大麻烦要投 有赌博 欧萨斯 这一次被台南这位问奖 总长25个字的 黄大蓝氏洗财 洗神财神 虽神福德正神 所有神祝福的 宝贝小心肝 远远超越 成为全台最长的姓名 好不管怎么样 今天补了这个 三个新同等 他们在的位置不一样 他们的专业不一样 那等一下 我们会试天气的状况 进行不一样的活动 我们就先移动场地吧 Go 快组 两光二兄弟 公收鸟 我们要来比的叫 谁是试驾王 关卡总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要试驾野马 只有我跟三位新生比较 我们绕一圈的速度 谁快 就这样 就这样带吗 欢迎勇士小赫 Go 一分钟就要淘汰了 剩几秒 25秒 确实踢 杨远不可以放他 剩15秒 Go 你有没有踢啊 Go 4 3 Go Go 2 4 好 下座 恭喜你 很顺利的回到原点 不动 发表一下心疼 我觉得这个骑起来的感觉就是 那个骑之还蛮 蛮特别的 不要下掰好吗 有了 有了 输了 哈哈 米娅超强的 对啊 好 停止 1分44秒 耶 喔 不错不错 来 米娅 骑起来的感觉 米娅 我觉得很轻松嘛 哦呦 轻松 计时 开始 开始 走 加油加油 Go Go 有了有了 有了 1分47秒 做得不错耶 大家好好表现 晚上看一下不要加菜 好 换我们是不是 好 我突然有点紧张 加油 我背好了吗 好 好 好 计时 开始 Go 好 真的是你的野马 野马 好 我们是真的 大型 对 对 等红卡来自禁止 你什么下肚 哈哈 哈哈 真没怪喔 好 OK 恭喜 9秒 哇 我可是拥有野马 快三人来演 好 第二关 请三位同学 去找老屁股们 看要跟谁搭 我们要骑沙滩车 后面的旧同学呢 要帮你们拿水杯 骑一圈看谁比较快 同时水杯 又损失的最少 好啦 快点找队友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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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这边尊敬一下 筷子 兩关二兄弟 中央 中央 我们等一下 170公斤 Go 先比慢熟 雷包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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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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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比了三 然后就秒四就更加 对 后面三 太强了吧 两位的成绩是 35秒 满水 OK 开始 太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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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水 同学 是的 恭喜 雷包兄弟 32.39秒 水少了 20cc 所以加了2秒 是 34.39秒 耶 耶 耶 恭喜 贏了 恭喜 結束了 結束了 開始 Go 加油 哇 好 哦 可以啊 很快 很快 摔一切 很勇喔 快 快 趕快 快 太强了 好強 好強 28.17 哦 哦 好扯喔 來準備了 快沒準備 你猜什麼 沒有 前面的兩個 對 哇 車不會跑 很慢你 難怪你們的水沒有打出來 不要 我真的就完了 看得我了 嘿 怎麼會說的 不是這樣 這次不知道 等一下 這樣才會快啦 最後一步 他剛剛很好笑耶 希望透過這次活動 增加大家的合作、協同性 還有達到聯誼的作用 等一下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準備 晚餐 耶! 謝謝 妹哥我們差不多了 allons一起吃 水分量好吃 對 他不是每天吃都快肉還薄 電車怎麼這麼好吃阿 他會說 瓜哥加碼 沒有!後面的人不想在加碼 要不要加碼!加碼! 事故會加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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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好酷喔 這件事就說小仙女 小仙女 怎麼好像很好吃 老闆家猜 好看 快吃快吃 生蠔 好酷喔 接下來 今晚住哪裡 各位觀眾 帳 好 欸 我們是不是就這樣 男生愛男生 這樣子呢 啾咪 啊 露營車 露營車 應該給我吧 他結婚了欸 嫂子我跟你說 命運的安排 哈哈哈哈 炒皮 草皮 草皮上面的帳篷 喔 啊帳篷 帳篷 恭喜 啊馬車 欸馬車 等等 聽說你有女朋友 應該給我吧 他結婚了欸 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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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啦 我跟各位說今天晚上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互相參觀一下 先看一下我們住的帳篷 有插頭 有插頭 插頭厲害欸 那我們要什麼分床 怎麼分床 那我誰這個 不是啊 露營如果有冷氣又有彈簧床 那哪叫露營啊 那帳篷也不是你們搭的啊 等一下 你住什麼東西 我住馬車啊 來 來等一下 如果不是你這樣講你就不要住 來來來 來 我剛剛是不是有說到 自己蓋的帳篷 還是真的露營 臉笑味 這不是你蓋的嗎 這不是你蓋的 重點是 絕對沒有冷氣嘛 欸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偷氣在這裡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再掰啊 現代主義裝飾 還掰 來吧你先開 完蛋了 哇 哈哈哈哈 欸 你過來跟我們解釋一下說 那一台是什麼東西 那個是 陶瓷裝飾 畫的 數位版 哈哈 那它上面寫 二十二是什麼意思啊 二十一世紀快 二十一世紀快 二十二世紀 二十二世紀 哦 虎爛王 這邊呢 嗯 就是餐廳之後就可以睡 那如何餐廳呢 哈哈 哈哈 這裡嗎 啊你知道嗎 蛤 那我不知道 我今天才看到這台車 哈哈哈哈 好啦你幫他弄 你幫他操作 你幫他操作 跟你一起 這個拉桿子就要先拉 哎唷有天分喔 對然後就是要先往 往前一點 哦 拉到最前面之後 攀平 然後頭枕要收 這邊有一個按鈕 拉下去 哦 哦 哦 對然後兩個安全帶之間 有一個拉繩 對 然後就這樣子 攀平 哦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怎麼樣 我覺得可以耶 我跟妳說 要不要換 還是不要 等一下等一下 還有一個關鍵 要先發動 然後這邊螢幕 它有一個 pop up loop 然後就按這個open open 然後就按 然後它會問妳說 妳是否真的要打開 OK 就按確定 然後就一直壓著 壓到它的馬桶 啊! 啊! 停掉為止 啊! 哇! 欸! 很不錯耶 就我自己 個人擔任 很讚耶 但是要怎麼上去 打開之後 這邊蓮子直接打開就好 哇! 該不會要從這個小洞上去吧 對! 就是這個小洞 舒適啦 可以可以 我可以我可以 我跟妳講 群哥 妳如果半夜啊 覺得空間太狹隘啊 妳就這樣子 不要欺負新生 妳要上去看會嗎? 今晚的小洞 來跟各位介紹 地桶的床墊 好想睡啊 天啊 今天整個營區 應該只有這張床 一整個地桶 等一下啊 妳看 欸要不要 要不要換 不要 不要嗎? 那妳至少讓我體驗一下 好啊 借妳躺一下 一直要衝我的鑰匙 很穩欸 像我們兩個加在一起 差不多快 200吧 有嗎? 沒有啊 妳就150嗎 欸 我從來沒有睡過露營賽 我有試過 但是我從來沒有機會 可以試到 她的什麼配備 我都知道 但是我從來就是沒有機會試到 很離 再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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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昱宇晚安 晚安 走了 走了各位 再見 順便 各位 要浮 Mess我不會 都鑽訝 來來 這個就是沒有開過水果湯 choose, choose 好 沒錯 好 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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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在出發前有跟大家講 就是說新同學 你們出來錄影你們會帶什麼 這個東西應該會反映出一個人的性格 或者是生活的型態 我先來開好了 首先呢 防蚊液 然後 防蚊液 為什麼要有兩種不同的防蚊液呢 它是針對不同的品種下去做防範 因為我本身是MOSQUITO界的SUPERSTAR 然後呢 如果被釘了之後呢 就拿這個來質養 好 如果 再不行的話 對 也就是說它可以提供前中後所有的防護 主動防護 被動防護 防蚊指揮官 換你開 換我開喔 那那是防蚊包 那我這是美美包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我跟你說這個很厲害 這個是 凱特王妃也御用的 梳子 然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牙刷呢 也不是普通的牙刷 這個牙刷呢 其實特色就是 它很貴 反映出一個人的性格 或者是生活的型態 就是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讓我有安全感的東西 一定會帶的 就是一個坦灘 為什麼 換下一位同學 我也有一個坦灘 他們現在要佔坦灘了 對 他們現在要佔坦灘了 還好吧 你講一下 我的是毛茸茸的耶 我的坦灘 喔 是彩柴 可愛嗎 被他洗毛球了 柴犬那隻白是白的吧 沒有 是白柴嗎 它其實是薄美 還有就是 昨天我有 準備一個很依化的 喔那是你的 懂情趣 懂情趣 剛好 影片現在看得到 好 接下來換我囉 我帶這個 有沒有 浮屍桑呂的包包 你是浮屍桑呂派來的 不是不是不是 你帶全面風車吧 現在要去浮屍桑呂 欸 剪掉了 所以我帶一個 可以玩的 欸 我抽過了 抽抽了 還有得抽 還有得抽 我要帶一個 免洗塊 喔 環保 一點都不環保的 免洗塊 這個就是想要說 這幹嘛洗 就免洗啊 就免洗啊 不要下班好嗎 我要帶一個 欸 著笑 帶一個 長得很像 怡辰的娃娃 好 好 以上 結束 下班 好 好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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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露營車 我覺得露營車很棒啊 應該是這次旅 旅行最棒的一個部分了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睡過露營車 然後不知道是太累還是怎麼樣 就是 睡得非常好 一覺到天明 樓下是我的導播 我有聽到他些些微的打呼聲 但是非常的小聲 就是我覺得隔音其實很好 很不錯 然後很舒適 對 以前從來沒有體驗過 最後 這趟旅程到了尾聲了 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讓所有的心聲跟舊聲 感情可以更融洽 之後的合作可以更順利 我們也可以推出更多的作品給大家 那當然我們來說說露營 現在露營風氣非常非常的盛行 有人喜歡自己搭帳篷 有人喜歡那種豪華 叫Glamping嘛 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我個人 我更喜歡這種說走就走的露營車 而且你自己開車出去那種感覺 我認為你會體驗到自由 想去哪就到哪 我們今天去了山上 去了海邊 去了公園都可以 我覺得自由這兩個字 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你喜歡什麼樣的露營方式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討論 我們一起來討論看看 什麼樣的露營方式最糗 好嗎 OK 我是怡辰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